菩萨借修学法药 诸位法师慈悲 诸位在家菩萨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 第二十四面 禀六 说是众过戒 佛陀在放网亲菩萨借讲到我们受戒的功德 他说众生受佛戒 集入诸佛位 未同大结以 真是诸佛子 当我们花心送了菩萨借以后 我们内心当中就产生一个坚定的试验 就是我们从今开始我们要事断一切恶 事修一切善 事度一切众生 换句话说 你生命的目标 跟佛陀的目标 已经调整在一个同一个目标 所以叫做集入诸佛的阶位 我们正是进入到佛陀的因地的阶位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内心当中真实的安住在菩萨种姓 不是过去的凡夫种姓 那么安住菩萨种姓是什么样的相貌呢 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 诸佛的功德 三生四至 五眼六通 无量百千佗隆尼门 从你这个时候开始啊 你内心开始出现诸佛的功德 从现在开始 当然有些人出现得很快 有些人出现得很慢 但是你这个时候才真实的出现佛的功德 以前都不算 以前你照再大的善法 都不能想成就佛的功德 因为你的目标跟佛的目标没有一致 你的种姓跟佛没有同一个种姓 所以他的结论就是说啊 你受的菩萨戒 你等于是佛陀的儿子 我们很多人学佛很久 但是跟佛陀的关系 并不是很直接 也不是很密切 你看有些人跟佛陀只是朋友 点头之交而已 有些人好一点变成佛陀的亲戚 那么只有受了菩萨戒 你才有资格说你是佛陀的亲生儿子 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佛陀以后的功德 都是由你来继承 只要这个儿子不要死亡 他迟早会继承他父亲的家业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菩萨 他受了菩萨戒以后 只要他不放弃他的目标 他不放弃对无上菩提的追求 他迟早要成就佛陀 所有的功德 迟早的问题 因为他已经变成佛陀的一个家族的 一个直系的儿子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受了菩萨戒 生命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我们本来是佛陀的朋友 就转成佛陀的儿子呢 在《异节师弟论》上说 因为你受了菩萨戒 你内心因为有亲近的试验 会产生两种的强大的功能 第一个增上惭愧 第二个增上意乐 你看你说的菩萨戒 你开始产生一个强烈的坚定的惭愧心 所以我们一个人受了菩萨戒以后 在律上说 虽作恶业 树极能毁 那么落堕恶趣 终不久留 可这个人他受了菩萨戒 他即使会造业 造罪业 但是他事后马上产生自己的惭愧心 而马上撒毁 这个我们不受就做不到 然后他这个罪业以后得果报的时候 比一般人轻很多 即使他有一些痛苦的果报 很快的就过去了 因为他在阴地的时候造罪 他产生强烈的惭愧心 把这种罪业的力量折损了一大半 有人说 你说的菩萨戒 你造罪的时候 罪加一等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非常错误 稍微懂一点佛法阴影观的人 稍微对业果思想了解的人都知道 因果的道理是以心作根本 心为业主 判定业果的轻重 他不能看外表的身口 因为身口是个工具 心是一个主导者 心强业重 不管是善恶 你造这个业 特别的强烈 特别的坚定 这个果报就很可怕 就很大 正常人 很多特殊的情况 有些人说的菩萨戒 不把戒体当一回事的 那这个我们不谈 正常人受到菩萨戒以后 他会尊重他的戒体 他会意念他的戒体 然后他即使出的过错 他可能会在思前 或者顶多在事后 他会产生惭愧心 所以他的罪业 会因为惭愧的关系 忏悔的关系 他会向菩萨忏悔 向佛忏悔 其实他的罪业 已经折损一大半 正是完全消灭掉 这就是为什么受了菩萨戒的人 他即使造的罪业 他来自得果报的时候比较轻 因为他这个车子撞上去的时候 他踩了刹车 你没有受了菩萨戒 谁也管不住你 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你是尽情的造罪啊 以后的果报很可怕 你这个车子撞上去 是不踩刹车的 所以受了菩萨戒以后呢 是落堕恶趣 中部久留 痛苦的果报 不会停得太久 所以我们在菩萨戒的试验当中 产生的真上常规 可以折损很多很多罪业的势力 当然不只是这样子而已 他有个真上意乐 你看 你过去去做义工 没有受菩萨戒的时候 你是护持人家打佛气 跟你受了菩萨戒 跟护持人家打佛气 功德是不一样 因为你心态不一样 受了菩萨戒在修行善法 叫做主动积极 叫做真上意乐 你不必别人来鼓励你 不必 因为我自己许下试验 我要完成我的理想 你主动的去做善法 跟被动的 人家打电话给你 勉强你才来的 那因果是完全不一样 德国报也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的心特别的坚定 特别的强烈 你非做不可 所以你说的菩萨戒 你内心的功能 改变了 除了有无量无边的妄想以外 你多出了一个真上惭愧 多出了一个真上意乐 你内心当中产生这么强大的功能 而且你开始变成佛陀的儿子 跟佛陀的关系是 主事说是同一个疲孔出气 那么这个就是受菩萨戒的意思 你跟佛陀是同一个种姓 同一个家族的人 一家人 那是迟早的问题 那么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把一些 重要的正确的观念给他讲清楚 好 我们看第六条 说是众过戒 这条戒是在十波罗仪里面的第四条 是属于菩萨的真上戒 也就是说你能够受持这条戒 对你整个功德 有强烈的真上的效果 反过来你换了这条戒 对你的应得 对你的功德 将会有所损失 那么这条戒的意思就是 先说似众 它的对象是似众 这个似众包括了 大秤的两众 跟小秤的两众 大秤呢是包括了 受的菩萨戒的出家 跟在家的两众 小秤是包括 或比丘比丘尼的两众 那么一个菩萨 你先说这个在家的菩萨 出家的菩萨 或者出家的比丘比丘尼 他换了杀到淫妄的重大过失 即使你讲的是真实的 你也换了菩萨菠萨罗仪罪 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没有必要先说 对你对他都没有好处 自他良善 我们看定一的戒文内容 大家请合掌 若佛子 口字说出家在家菩萨 比丘比丘尼罪过 教人说罪过 罪过阴 罪过法 罪过业 罪过缘 罪过法 罪过业 而菩萨 而菩萨 文外道恶人 及恶圣恶人 说佛法中非法 非律 常生慈心 教化是恶人辈 令身大胜善性 而菩萨反更致说 佛法中 罪过者 是菩萨 佛罗以罪 好我们看这个讲表的说明 身为一个菩萨 他已经花了菩提心 也安住菩萨总性 那么他应该要断除以下的犯罪的事项跟因言 先说他的事项 那么他亲口来先说 他自己来先说 先说谁 包括了出家菩萨 在家菩萨 所谓大称的恶众 以及来先说 这个出家的小称的两众 所谓比丘比丘尼 那么你先说什么 你先说他 某某人 患了杀到淫妄的罪业 我曾经有亲见 或者我曾经听闻 即使你所先说的是个事实 但是这个就犯了菩萨的重罪 那么这个菩萨也好 比丘的比丘尼也好 都有护持正华 那么去活毁灭的功能 所以你伤害了菩萨的形象 你伤害了比丘比丘尼的形象 也等于是间接的影响 整个三宝的注释 三宝的红船 对三宝的打击太大 你等于破坏了很多人的信心 所以菩萨呢 在这个时候就结重罪 除非你是私下的欠卷 你看他很熟 他换了重罪 你用鼓励的心 奖励的心来私下欠卷 这个是不换 只要你不是在他本人面前私下欠卷 是在别人面前先说 就换到这条件 那么这种情况是属于你自己来先说 第二个你自己没有说 你把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来先说 你用暗示的方法或用直接的方式 来指导别人来先说 两个都犯重 这个是菩萨所应断的犯罪的事项 在说明菩萨所应断的整个犯罪的过程 我们看丁二的说明 那么身为说是众过罪 他的罪业的成立有四种条件 第一个要有说罪之行 那么你今天去宣说对方的过错 你是什么心态呢 就是说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叫做犯罪动机呢 在律上说呢 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羡默之行 羡默 就是你希望经过这样的羡线 让对方陷入在一种不如意的状态 他可能因为你这样的羡线 那么让大家对他失去的信心 你有羡默之行 第二个你有自罚之心 你希望因为你这样的羡线 使他得到适当的惩罚 他会因为这样而痛苦 那么也就是说呢 简别你在羡线的时候 不是产生一种鼓励的心态 因为你这样的羡线 他不可能改变嘛 你这样子讲 他不会因为你这样的羡线 而产生改变 反而让整个三宝形象 受到很大的打击 这个就是整个犯罪动机 你一直的是要去惩罚他的心 第二个 你一直要使用他陷入于 不如意的状态的心 这个就是整个犯罪的动机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个 种种方便 你用直接的宣说 或者是用间接的暗示 这叫做方便 第三个 你真实的讲出 他犯了某一条罪 你很清楚的说明 他犯了哪条罪 而且把整个过程 很详细的描述出来 第四个 对方也听得懂你的话 当他听懂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 菩萨的说是中共罪 就全部成立 就是整个犯罪的因言 我们看第二段 那么身为菩萨应该怎么办呢 怎么去防止这个罪业化身呢 你应该休息啊 护法之行 护持正法之行 也就是说呢 虽然他人有问题 但是菩萨为了护持正法的缘故 必须要默然 而不能宣说 因为你这样宣说 破坏了正法的相续 所以菩萨 即便听到了邪卷的外道的恶忍 跟恶称的恶忍 因为恶称人他的 这个外道是行为有邪恶 那么这个呢 恶称人 他是内心很清静 但是他思想上是邪恶 因为他有严重的法治 那么我们看外道来批评大乘佛法 看到恶称人来批评大乘佛法 说是非法非律 就是他说法说非法 说大乘哪一个经典不是佛说的 大乘某一部律不是佛说的 说菩萨不要说自己去诽谤 即便他听到别人去诽谤 这个大乘佛法 内心当中产生慈悲心 产生不忍之心 用种种的方便来教化这些人 希望他们不要宣说 应该是菩萨处处啊 要想到这个护法要 这个证法必须在人世间 要一代一代的相续下去 这是菩萨应该培养这样的观念 但是身为一个菩萨 不但没有护法之心 而恍而自己去 先说示众的过错 那么间接使令佛法的红传 产生了障碍 那么产生佛法中的罪过 就是众生听到你这样讲 他对大乘佛法产生了一种退转的心态 那你这样讲我干脆就不学佛了 你看我心目中的偶像是这样子 那我干脆人有问题 那么他就迁入法 所以人跟法是不能分开的 他认为这个人的行为有问题 他所讲的法都有问题 所以因为对人的不满 就迁入了佛法 那么使令很多学法的人 退失了大乘的信心 这个时候菩萨结了波罗一对 因为是你引起的 那么这个是整个佛陀世界的过程 我们看最像轻重 那么这个最像轻重呢 有两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你所先说的对象 你说世众界是讲谁呢 假设你是讲大乘的 比丘比丘尼 比如说北传的 那么汉传的僧传 大部分都有受菩萨结 那这样是犯众 因为你这个 你破坏了大乘菩萨的信心 也就影响到整个 基势对大乘的 大乘佛法的信心 所以这个犯众 假设你所批判的是一个 南传的比丘比丘尼 相对是比较轻的 因为我是一个大乘弟子 我看到小乘的有过失 我不会退失我对大乘的信心 所以他因为不破坏大乘的信心 所以相对次的比较轻 所以你所先说的对象 在判定最像轻重 是有关系的 第二个 你是对谁来先说 这件事你是向谁说呢 他说是没有受菩萨界的人 说菩萨七众过犯众 你像没有比丘比丘尼的 说二众过犯众 这个意思是说呢 你向下位的人 来先说上位的过错 如果你是像同辈的还好一点 因为同辈的他信心很坚固 你向他的弟子来先说他师父的过错 正是犯众 因为这两个关系密切 像下位的人来先说上位的过错 那这个是佛陀正式所制的 好我们看既六言承重 第一个是众生 你所先说的是一个出家的菩萨 跟在家菩萨 乃自于比丘比丘尼 而且你很了解 知道他的 你很清楚他的身份 那么第三个 你真实的有一种要自罚他的心 要羡慕他的心 而且你也如实的宣说 他杀到遗忘的过失的整个经过 那么有一个所对之人 而且对方经过你宣说以后 完全明白 结重 那么这个地方的众罪 我们再把它细分一下 杀到遗忘的这四条界 当然众罪就众罪了 那么从孤九界以后的六真上界 在众罪当中 又七分成两种 一个是众中之轻 一个是众中之重 我们就来说明 六真上界 大概你这个阴言法业 我们再讲到犯罪 阴言法业都记住的时候 就犯中 但是什么叫众中之轻呢 也就是说 他在这个犯中的过程 他有惭愧心 他事后想起这件事情 他内心感到不安 他觉得不对 虽然他一时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讲出来了 但是事后当他这个明了的心 去意念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心中有一种惭愧的心在活动 表示这个人的戒体没有完全死掉 那么这个叫众中之轻 他并没有构成 硕硕现行都无惭愧的条件 那么这种情况 比较好处理 你只要去 我们后面会说 像一个菩萨或三个菩萨 甚至于在佛前如法忏悔 然后你不用重受 因为你没有失戒体 众中之轻 他不是戒体 另外一种情况 你在犯罪的过程 因言法业四个条件 通通记住 而且 你做了这件事情以后 当你回忆这件事的时候 你不认为你做错 你也没有惭愧心 这个时候叫做众中之重 失掉戒体 你要重受 菩萨这些戒体失掉 因为你 你的行为 跟你所花的试验 完全违背 我们许下试验 是要断二修三度众神 但是我们的行为严重冲突 而且你自己 没有一种反省的力量 这个就是众中之重 也就是 你 你 构成的 硕硕现行 都无惭愧 见识功德 神神耗耀 你已经没有办法判断对错了 我们讲过 菩萨界最大的忌讳就是疑痴 无明 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重罪 后面会讲到 这个忏悔的时候 有一种是施戒体的 有一种是不施戒体的 你只要忏悔以后 不用重受了 我们看丁师的开源情况 说罪之心 依奖励心 不依羡默心 或自华心的线索 你知道 你知道 这个菩萨患了重罪 你私下去找他 你跟他交情不错 你跟他欠欠说 某某人啊 我是为你好 你最好这件事不要做了 那么你是用鼓励的心态 而不是以一种羡默心或自华心来先说 那么在例上说呢 你可以有三次的欠卷 第一次的欠卷 他没有还应 你找适当的机会再欠卷一次 他又没有还应 再讲第三次 他都没有还应 这个时候 菩萨就不应该再讲下去了 默然离开就可以了 因为你已经仁至义尽了 你经过三次的欠卷 你来点醒他 他都没有醒过来 你该做的都做了 这个时候开眼 那么这条戒 他的意思我们讲一下 他的整个世界的道理在哪里 因为 佛法二宝赖身红喘 三宝的注释 是靠一个有明了性的身宝来注释 因为佛陀灭渡了 在这个世间上只剩下佛像 佛像也不能讲话 法宝是放在图书馆 他自己也不能讲话 所以 佛宝跟法宝在世间上的流传 是靠菩萨身宝的花心 才使令这个代代的光明 能够流传到世间上去 所以 三宝的注释是靠一个有明了性的人 这个人是申报 来注释佛宝跟法宝 那么这个人的 在重要性就 很重要了 那么我们一般人的概念是 人跟法是分不开的 有些人说 依法不依人 其实这句话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 人跟法是分不开的 我不知道诸位想法是什么 除了你的师父出现重大过失 他教导你法的时候 你还会去修 有可能吗 不太可能 因为人跟法很难分开 所以你毁谤他的人 就连带的连他所红爪的法 也产生了障碍 这个时候受伤的是谁 当然是跟他学的弟子 你怎么破坏我学习的阴言 所以在例上说 一个菩萨身宝 即使他犯了错 就像什么 就像 譬如死是游人渡人 这个人尸体死掉了 他死掉是他的因果 但是我们抱着死尸 我们还是可以到彼岸 譬如死尸游人渡人 就说这个菩萨有过失 我不能卷说 因为他讲的话还是正法 很多弟子跟他学习 还是可以栽培善根 还是产生真相 这个死尸还是花挥的 把这个人从死案渡到彼岸的效果 虽然他自己牺牲掉了 所以即便他的身口已有过失 菩萨为了护持正法的缘故 不应该来宣说 但是有一个例外 这个人不但破戒 还破戒 那这个菩萨要几股而攻之了 因为他不是私下行为有问题而已 他先说的法是错误的 开始在误导众生 因盲引众盲相继入火坑 他说世界上没有因果 他说没有极乐世界的存在 大乘佛法非佛说 那么这个时候他所释放出来的 已经不是对众生产生引导的力量 那这个就不 那这个就跟这道界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必须理解 破戒跟破戒的差别 破戒 它是一个使师 还是可以帮助人前进 只要他的法是正确的 我们没有讲话的遗地 不要说你我也一样 我们都没有讲话的遗地 因为你讲出来 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第一个他不可能改变 第二个你讲出来 因为你上了你的不敌心 第三个对整个大乘佛法的红转 产生负面的效果 三方面都损失 讲的人损失 被讲的人也损失 协法的人也损失 三方面都损失 没有一个人得到好处 只有外道最高兴 但是他破戒 那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就不能包容 就不能保持莫然 所以这道界 大家要把这个破戒跟破戒离亲 当然你有权利说 这个法师我就不亲亲他的 我也不扶持他的 可以 你可以莫然离开 可以的 你有选择权 好 那么这个是菩萨 这个是佛陀对菩萨的一个 一个戒法 所谓的说是众过戒 他整个世界的道理在这里 我们看第七条 自战毁他戒 那么这条戒呢 它的一个构成因素呢 有两个 一个是贪心 一个是称心 一个贪嗔的和和 那么这个人 这个受了戒的菩萨呢 为了贪求别人的 恭敬供养的关系呢 而自己赞叹自己的功德 第二个 因为称恨别人的关系呢 而毁辱他人的过失 那么就构成这条戒 一方面赞叹自己 一方面毁放他人 好 我们看戒文内容 请合掌 若佛子自战毁他 义教人自战毁他 毁他因 毁他缘 毁他法 毁他业 而菩萨应待一切众生 受加毁辱 恶事向自己 好事与他人 若自阳己得 引他人好事 令他人受毁者 是菩萨 波罗一罪 好 我们把这个戒文 做一个解释 身为一个菩萨 他花的菩提心 安住菩萨总性 那么他首先呢 要断除以下的犯罪事业 那么所谓的犯罪事业呢 就是自战毁他 他经常跟别人宣说啊 自己的身口意 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功德 而且同时呢 也经常毁谤别人 是如何如何的不好 这当中包括了个人的自战毁他 也包括了对团体 比如说我参加某某共修会 你就经常说我的功修会很好 你的功修会不好 那如果是个人犯众 你自战毁他是针对个人是犯众 那么你针对团体犯罪 你赞叹你的团体 毁谤别人的团体 是轻罪 但是也犯到 或者你是教别人去自战毁他 那两个都犯众 你教导别人去做 那我们看他的犯罪的因言 毁他因毁他言毁他法毁他业 我们看丁二的犯罪因言 那么他这条界整个犯罪动机 来自于贪求利养 你希望能够透过自上毁他 来得到别人更多的恭敬 甚至于更多的利养 他的助言呢 用种种的语言文字来表达出来 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你公开的陈述自己的好处 来陈述别人的缺点 那么对方呢 也的确了解你所说的话 就构成了整个自战毁他的罪过 我们看第二段 前面是段二这个讲修善 那么菩萨应该怎么办呢 而菩萨因带一切众生 受焦毁辱 恶是向自己好是一他人 所以我们怎么避免自上毁他呢 应该培养什么心态呢 身为一个菩萨 他的心态呢 要经常的想到啊 要带一切众生来承担 种种的毁辱跟毁谤 那么也就是说呢 菩萨的基本精神就是 恶是向自己好是一他人 如果诸位有自己行菩萨道 下面这两句话是很重要的 恶是向自己好是一他人 我记得参公书 他在私底下对我们 洪华的法师的开示啊 他经常讲一个观念 他说一个菩萨行菩萨道啊 有三个条件是很重要 第一个你要有解门的功德 你要有智慧 你不能什么都不想学啊 很依次到边办法 第二个你要有行门的功德 你每天要有自己的定刻 来调伏自己的烦恼 第三个就是性格 要有好的性格 那么参公书他说呢 解门行门性格啊 这当中性格最为重要 他说一个人性格不好啊 天大的解门 天大的行门通通没有用 那么什么叫性格呢 就是我们一个菩萨 他要培养一种老实敦厚的性格 什么叫老实敦厚 参公书解释说啊 简单的讲就只有三个字 邪吃亏 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喜欢占便宜 就是我付出的少 但是我希望得到的多 但是你在行菩萨道这种想法 对你来说 那你就没办法行菩萨道 你应该是希望付出的多 但是你相对的回馈的是少 这才是一种正常的菩萨心态 我们把这两种心态啊 这个观念讲清楚了 其实很多事情你到底参透了 你就容易做 勉强也没有用 我们的生命啊 是由业力变现出来 为什么有生命呢 为什么有无印身心呢 不是上帝创造的 是我们内心当中阿拉也是有这个业力 就创造了安乐的果报跟痛苦的果报 如果你想想看阿 你一生当中都很平顺 你对家庭付出的很少 对国家付出的很少 但是你得到了很多 你觉得这件事好不好 你付出的一分 得到了十分 那么这个差额的九分哪里来的 你想想看 但是耗数你过去的善业嘛 你占便宜的 其实你在损福报嘛 那你全身的善业 就是每一次占便宜当中都耗损掉了 相反的 你付出十分 结果你得到一分 也是有九分的差额 那你是在积极资料嘛 你在消除你的罪障嘛 当然 你认为现在很重要 那你就很难协吃亏了 如果你认为未来比较重要 那你应该协吃亏 因为你协吃亏 你这个生命每一天在积极资料嘛 你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然后我现在可能不一定有一个美好的现在 但是我肯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付出的多得到的少 那么那些功德是存起来嘛 所以你必须很多观念你要把它参透 你就很自然的去做 哦 原来吃亏是对的 因为我吃亏 我在积极我的能量 我占便宜是在耗损我的能量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个菩萨 二是向自己好是以他人 因为菩萨是着眼在未来 我们一再讲到 菩萨的生命观啊 你是为了创造未来而活的 诸位你没想到说你为什么而活 我们不是为了现在而活 你要为了现在而活 你很耐心菩萨道 你就是斤斤计较 你大概能够持的没几条 我的生命是为了创造美好的未来而活的 所以你可以牺牲现在 那么这就是整个菩萨道的精神 就是斜持亏 待人处是尽量斜持亏 二是向自己好是以他人 那么这样子你就不容易吃仗毁他 我们看总结 若自养己得引他人好事 使令他人受毁者是菩萨菩萨一罪 那么身为一个菩萨 不能培养一种斜持亏的美好的恨 反而 反而处处的先扬自己的功德 隐藏他人的好事 处处要跟人家争执 处处要占便宜 乃至于使令他人受毁 乃至于因为这样子伤害了彼此间的和气 这个时候菩萨就患了菩萨一罪 菩萨的功德 就因为这样得到很大的折损 我们看第三段的罪相轻重 那么这条戒要过成重罪 必须要自战兼毁他 两个都记住 你只有战战自己 或者是只有毁谤他人 那是犯轻 但两个都记住就犯重 所以只有贪心自战 或者以称心毁他是犯轻的 我们看他的因言情况 第一个 你自战毁他的对象是个人 而且你也知道对方是个人 那么你有自战毁他的心 第四个 你描述自己的善 也描述他人的恶 对方理解 就构成了重罪 好 好 我们看开言情况 那么这个地方的开言呢 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 若以种种方便轻毁 外道称阳佛法不换 自战跟毁他 假设两个都佛弟子犯重 赞叹自己 毁谤的对象是个佛弟子犯重 但是如果你毁谤的对象是一个外道 不犯 为什么呢 因为外道是邪知邪见 那么我们佛弟子为了要宣扬正法 要破血险证啊 不得已只好说出外道的教义 有什么样的过失 我们的目的 是要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道 什么是不正确的道 那么这种情况 为了护持正法的缘故 那么自战毁他是不患 因为你不讲出来 大家都不讲 那么谁也不知道谁对谁错了 那么这对众生的智慧的开选 产生障碍 第二种情况 若以方便令笔调符 舍离不散 休息散法 这个一般来说 就是你身为一个师父 或者同餐道友 那么你希望透过 那么你希望透过对他的种种的毁谤 种种的刺激 让他的烦恼能够调伏 因为你知道这个人呢 你赞叹他没有用 你要毁谤他 他才能够产生反省 在舍离不散法 而休息散法 那么这种情况呢 偶一为之可以 你不是经常诽谤他 偶一为之 这种药啊 偶尔开一开是可以的 那么偶一大师在这条戒呢 他说啊 这个至战悔他 影响到整个僧团的彼此间的和气 所以说呢 这个这条戒呢 其实是直接影响到佛教的心衰 为什么这样讲呢 念凡经上说啊 说魔王见到 两个在家居士 互相的攻击 互相的毁谤 魔王很高兴 但是不是非常高兴 但是魔王要看到 两个住职正瓦的菩萨 甚至于是两个僧团 互相毁谤 魔王起大欢喜 因为他知道佛教即将衰败 因为两虎相斗 必定是两败俱赏 你看佛教团体 你毁谤他 他也毁谤你 结果两败俱赏 那么魔王最高兴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应该要去赞叹对方的好处 随习功德 这个道理是这样子 我们身为一个菩萨 什么叫菩萨 就是我们不圆满 因为我们不是佛陀 所以我们在整个佛教界呢 我们不可能说大小通吃 不可能 我们一定是先找到自己的定位 所以一个人要能够不知葬鬼他 就是你要找到你的位置 其实在整个佛教的团体当中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位置 有一个人他该做的事情 我讲实在话 谁也不能取代谁 谁也少不了谁 佛教是一个团体 是一条船 我们今天是每一个船 你负责开船 他负责拿绳子 他负责干什么 谁都少不了 我们没有必要说去比较说 谁比较重要 你说开船比较重要 没有人拿绳子的话 你也靠不了岸 你看一个飞机 你少一个螺丝 他就从空中掉下来 你说螺丝重不重要 所以不要落入比较 总而言之 你做你的事 我做我的事 众佛教是多元化的 要靠很多很多 不同类型的人来红传 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 众生的需要不同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 找到自己的定位就好 做你该做的事情 在整个佛教的身团当中 你应该站在什么位置就好了 不一定要说你比他好 他比你好 都不需要 那这样子 对整个身团是有正面的力量 分工合作 看第八 千禧加悔戒 那么这个千禧呢 就是对于一个菩萨 他本身具足的佛华 跟财富的功德 那么有人向这个菩萨 祈求佛华 祈求财富 这个菩萨不但不给对方 还加以用生业 口业来毁辱对方 正式犯了这条件 好 我们看丁一的戒文内容 请合掌 若佛子 至谦 骄人谦 谦因 谦缘 谦法 谦业 而菩萨见一切贫穷人来其者 随前人所需一切给予 而菩萨以恶心称心 乃至不失一钱一针一草 有求法者 不畏说一句一记一为成许法 而反更骂路者 是菩萨佛罗一罪 好我们将来说明 身为一个安住菩萨种姓化的菩提心的佛子 首先他必须要断除以下的犯罪誓言 第一个自谦 就是你自己去做这种欠习交悔的事情 或者你自己不好意思做 不好意思拒绝别人 你请别人来帮你拒绝 这个时候请他的人犯中 好 那么他整个犯罪的因言 我们将来说明丁二的因言法业 那么这个整个人家向你祈求财务 向你募款 或者人家来请你佛法 你为什么拒绝呢 他整个犯罪通知呢 就是有鄙视令习之心 所以他这个心态是两个心态的结合 第一个你看不起对方 你觉得我没有需要帮助你 我不值得帮助你 这是第一个 看不起对方 第二个你舍不得才 舍不得法 就是看不起跟舍不得 这两种心态的结合 我们看他的助言 那么你用种种粗暴的言识 或者种种傲慢的动作 来拒绝对方 这个叫做言 第三个你整个过程呢 你不但是内心的迁徙 还包括口夜的责骂 也包括深夜的答 有很多的口夜 跟深夜的粗暴行动出现 最后 那么前人理解 对方也真实的可以感觉得到 你对他是完全 拒人一千里之外 对方感觉到 你对他寄绝之意 这个时候菩萨的罪就成立了 我们看这个菩萨应修 那么菩萨应该修习这个不思之行 说是身为一个菩萨 他内心当中呢 他是有一种牺牲奉献的心情 怎么说呢 他看到这种贫穷人来骑者 随前人所需要的 而加以给予 这条件的意思就是说 你真的是有多余的财产 你也真的内心当中 有一些佛法的心得 那么这个时候 祈求人呢 他正式向你开口 他不开口 那就不谈了 他主动的已经开口 向你祈求 而你没有多少给他一点 完全是一种季节的状态 那就是犯众 除非 你真的知道 我把钱财给你 对你没有好处 我给你钱财给你 把去喝酒 把去放育 所以我不给你 第二个 我把佛法教不倒你 你也听不懂 甚至于产生错误的了解 我不教你 可因为你根基不够 可以 好 也就是说 除非你如此的了之 你给他财 给他法 对他不但没有帮助 使得他伤害更大 这个时候是可以开眼 否则你身为菩萨 你有这个能力 你要多少的 对有祈求的人 要有所帮助 这个叫做 布施之行 我们看总结 那么身为一个菩萨 那么他对于众生 对他的祈求呢 以邪恶之心 跟称恨之心啊 而不失一钱一争一草 不多少的一个布施 那么对有求法者 乃至于布施 一记一记 一围成许法 不但是拒绝对方的要求 而且用种种的 身口的粗暴行为 来骂入对方 这个时候菩萨 正是犯了菩萨一罪 好 那么折损了菩萨的功德 我们看丁山的这项轻重 那么迁徙加打骂 这个地方的范重 必须身口意善业记住 第一个意业 有迁徙之心 第二个口业 有骂入的行为 那么外在的身 有这个打的粗暴的行为 要必须身口意记住 犯重 假设只是迁徙 而没有答 或者没有骂 犯情 我们看忌武言成重 第一个对象 对象是个人 你也知道他是一个 有明了性 有感情的人 而你内心当中 存有迁徙 有鄙视 毁入之心 第四个 你献出口业的谩骂 跟盛业的手打 而且对方 也感受得到 你对他的拒绝 就构成了范重 好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在里面 停止 没关系